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技术视频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 VEOE Command Line工具报Next 它已经开始支持VEOE3的工程 前几天 咱们用老的VEOE命令行工具 咱们需要加上一个特殊的写法 让咱们当前的工程支持VEOE3 对吧 那个是一个插件 今天开始VEOE的最新版本的命令行工具 就可以直接建立VEOE3的工程 今天这个视频就给您演示一下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这么一个VEOE命令行工具 最新版本已经开始支持VEOE3的工程 首先我先给您看一下这个工具的官网 马上开始 这是一个Github的官网 访问一下 在它的release的履历当中 大家请看10天前了 这个稍微有点古老了 450 在450里面 大家请看 可以通过这种安装方式 然后呢 支持VEOE3的开发 在工具建工程时候 多了这么一项VEOE3工程的选项 今天咱们就来本地安装 试一下 以前咱们用这个插件 今后不用了 沙哟纳拉 拜拜再见 好 咱们试试 首先我在本地需要安装下这个工具包 马上开一个我的终端 然后给您看一下 我当前我自己是有这个VEOE的工具包的 给您看一下我现在当前的版本 是446 这个版本还不行了 还得需要插件来支持VEOE3.0 前两天我给您做视频已经演示过 今天不了 咱们直接安装这个最新版本的工具 试一下 Go 密码 这个安装可能花点时间 那咱们就等一下吧 G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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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